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跳動你的新的折法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張紅色紙張 反面是白色紙張的紙 第一個我們將紅色紙張的紙放在桌面上 我們先將紙往中間對折一半 把它放在中間 往右邊折一半 反面過來 往另外一邊折一半 折好以後我們將紙打開 變一個三角形 像房紙的造型 往中間折的時候 這個三角形把它跑出來 另外一邊也是要往中間折 三角形把它跑出來 接著我們將這個紙反面過來 我們將這個紙往前面折 記得折的時候是折到這個位置 只好以後我們將紙反面過來 好這裡有一個洞 我們將這個洞往下撐 撐出一個長方形 這邊也是一樣 撐出一個長方形出來 好折好以後我們將紙反面 反轉一下 接著反面過來 將這個白色的部分折進來 將這個白色的部分折進來 好另外一邊白色的部分折進來 好接著我們將白色把它塞到裡面去 這邊也是塞到裡面去 好再來就是 將紙再反面過來 上面尖尖大概折一公分 折一個三角形 好左邊右邊都折一個三角形 好接著 左邊 這個三角形 右邊 也是這個三角形 好接著我們將這個紙 這個紙往上面折 記得折到尖尖這個位置 好折好以後我們將這個紙折一半折下來 好折好以後我們將紙把它放在中間 好記得這個紙 這個紙張我們要折兩次的三角形 要將這個小三角形把它包進來 好這邊也是一樣 折兩次的小三角形 一 二 三 好這樣就固定住了 好折完以後 接著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我們找出一個中間點 我們要將這個紙 往這個中間點 捏出一個 一個線 折出一個折痕出來 好這樣看出一個紋路出來 好這個 跳動你的心 就完成了 好就完成了 我們跳動是這樣的跳動 然後 跳動你的心 祝大家快樂又開心 好後面的動作是這樣子 動是這樣 跳動你的心 快樂又開心 好我們這個作品就介紹完畢 希望大家都能夠折出這個會跳動的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並且